在我50歲那一年 那一天剛好夥伴我們就公司課程結束 我們的講座結束的時候 他們就約我去麥當勞 結果給我一個驚喜 然後就拿蛋糕我們就在那邊吃吃吃吃吃吃 我們就在那邊聊得很開心 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然後在殼毯的當中 我突然間發現到我的毯裡面有血濕 照一顆死光 就發現到說我肺有一個白白的點 就是開始一連串的檢查以後 確定是癌症 然後他們就說要開刀 所以我就轉整到榮總去 我那個看我很可愛 他就跟我兒子講 你媽媽不對 都沒有哭 然後我心裡想我為什麼要哭 雖然當中有一點過程 因為醫生有些手術上面也被我弄好 我又做了一次手術 我把該處理處理掉了 對我而言我覺得是一個OK的事情 這次是疏忽我醫療之外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是一個健康寶寶 所以人不舒服的時候 我也以為是更年齊 越來越嚴重到不行的時候 小孩送我去醫院的時候 才知道說我腦部有腫腫瘤 這次讓我講實話 心裡就有一點點影響有點下課 怎麼會怎麼可能是這個樣子 在做那個放療的時候 因為一般做完的人 大部分都會有吐 然後什麼之類的 很多不舒服的症狀產生 我算是很幸運 還可以在承受範圍之內 當我在不舒服的時候 他可以舒緩我很多很多的疼痛 所以我覺得我用油油茶 在辦公室裡邊 我以前就是時常會買一些野薑花 然後咖啡煮好了以後 我就會放咖啡渣在那個花盆裡邊 就是人家一進來 公司就會聞到香味 這是我超愛的 但是在傳統那時候做服裝的時候 時常我常常要加班 我10點沒下班是正常 半夜加班到3、4點回到家也是正常的 所以到最後你不會快樂 傳銷我接觸很多人 每個人來找我 我只要說好加入多少 OK他就不會再來找我 只有他 不叫我加入 不叫我買 然後卻天天 孫子就到我那邊 然後孫子又不見了 所以他就會特別吸引你 可是當我有需要的時候 他又四死就站在你旁邊 服裝公司那時候就慢慢慢慢慢慢 開始做結束 那結束一定必須要找一個新的出路 因為我很信任 所以我就決定跟著他一起做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呢 也付出了很多的一個代價 因為我畢竟是傳統出身的 所以呢對這個領域裡面完全不同 也不懂得學習的重要性 也不懂得融入的重要性 那麼有一天呢他就陪我出去 他的三個case 三個case呢 完全沒有成交 智仁就跟我講說 你做不起來 然後眼淚就啪啪啪啪 一直哭 然後實際上是智仁跟他講說 你要這樣子講才能夠激發我 因為他了解我 然後那時候哭我就說好阿滿 你讓我回家哭一個 一個小時後我打電話給你 然後他就送我回家 欸真的耶我回家哭一個小時 哭好打給他 阿滿 你告訴我 如果我該怎麼做 他就開始教我怎麼做 自從那一次以後 百分之百配合 對 一直到現在喔 一直到現在 再多的朋友約他 那一天他一定會空出來去歇息 其實我覺得我會勸他 真的多愛自己一點 他會拿百分之六十在外面 但是大概二十到三十顧自己而已 對所以我覺得 希望能夠反過來 以後多花一點點心思在健康上 我們現在已經就是 都是團隊運作 所以我相信他的夥伴 他們也都很獨立非常的棒 那既然是團隊的運作 就不用有太多的牽掛 那時候剛進來 他們公司一直在強調 要以愛為出發點 那到底要怎麼愛 你知道愛 可是你要怎麼去把它落實在一個 好像行動裡邊 日後來我才發現到 原來你學會去關心人家 這個就是愛 他看到我每次都是會鼓勵我 甚至有時候也只是用一個眼神 我就知道他在鼓勵我 他就是很有活力 很開朗 而且他是一個很正面的人 當我遇到什麼狀況的時候 組織有問題 我都會第一個先找他 美音姐我現在遇到什麼狀況 我或是說我能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我覺得勇氣是給一個想要的人 必須要有的條件 當你想要擁有這個東西 你必須要有勇氣 就有勇氣去拿 就我們用最簡單的舉例談戀愛就好了 當這個男生是你喜歡的 你要去表現出 讓他看到你的特質 跟別的女生不一樣 你也必須要有勇氣 讓他去認識你 更何況我們在為了我的健康 為了我的事業 我必須比別人更勇敢 我也相信 因為在他這麼多人的關懷 跟祝福下 我相信一定會更好 明天會更好